咱们整个冰棒伯伯的一件镇管之宝 它叫做幸运之星 为啥呢 刚刚给大家讲了 因为所有的冰棒 它在刚出足的时候 基本上都碎成了智力破碎的碎片 但是唯独只有这一尊 刚刚出足的时候 竟然都是完好无损的 而且你会发现 它呈一个贵着的姿势 并且它的身高是一米二左右 很多人会好奇 为啥只有它是完好无损的 难道它最帅吗 当然不是吧 因为它是不犯贵着的 咱们有一句话说叫做 天塌了也有个子高的顶着呢 所以说即便经历过地震 倒塌 它也没有被破坏 另外大家会发现 冰棒的这个脸型 可以看到 这其实是典型的 我们观众的长相 为啥呢 宽额 扩塞 高颧骨 低鼻梁 单凤眼 很多人会说冰棒 全部都是单眼皮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确实是这样 因为你会发现 每一尊冰马友 没有一尊是双眼皮 第一种说法指的是 当年中国人呢 全部都是东亚蒙古人种 那个时候人种 全部都是叫做蒙古者 我们现在把那个 一个双眼皮是不是 也叫做蒙古者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东亚人 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那么第二种说法指的是 冰棒其实是有双眼皮的 但是为啥今天咱们看到 全部都是单眼皮呢 因为所有的冰棒 它是经过上色的呀 当年很有可能工匠给他们画了双眼皮 但是年代久远之后 这些双眼皮上的颜料可能全部都脱落下来以后 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冰棒 全部都是单眼皮 这就是原因了 另外大家会发现 它身上的铠甲 大家仔细来观察一下 非常的奇特 上半身的甲片呢 是上片压下片 从腰际开始作为分界线 下半身的甲片是下片压上片 有注意到吗各位 为啥要这样设计呢 有人说不就是一件草蛹吗 随便捏捏就行了呀 但是你会发现 这种设计完全遵循了人体工程学 是什么意思 士兵这样的铠甲 是不是只有这样设计的时候 它才能够弯腰 那么再来看一下肩部的甲片 只有下片叠上片的时候 这个士兵是不是才能够 抬起胳膊去挥动潮兵器 去斩杀敌人 所以说这叫人体工程学 来设计建造的大国工匠精神 甚至你们走到右侧方 手掌上的掌纹都是存在的 爱情线 生命线 事业线 你们全能够看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到正后方 来看一下它的鞋底 各位来看一下 冰棒的鞋底 文物清晰可见 密密麻烦的全部都是真一样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 就是这双鞋底 它的脚后跟跟前脚掌的针线 特别的密集 中间的针线特别的稀疏 对不对 为啥呢 咱们平常在走路的过程中 脚上最受磨损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脚后跟跟前脚掌 当大家看到这双鞋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内心做何感想 反正我是想到的一首诗 就是游子银 死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灵形 蜜蜜蜂 一口 吃吃归 当年秦国的士兵上战场打仗的时候 有一部分士兵呢 国家是不给他们发衣服的 他们衣服是需要自带的 大家会发现啊 两千多年以来 世界可能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但是唯独不变的就是那一份浓烈的母爱 当我们从这张形子上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就是大家会发现 背后还有红色的印记 这个红色的印记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两千多年以前的颜色叫猪砂 也就是说冰棒一开始是五颜六色的 红色的是叫猪砂 蓝色的叫做蓝铜矿 绿色的叫做孔雀石 黑色的叫做无定形碳 大多数颜色呢 都是从矿物质里边天然所提取出来的 但是今天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今天我们看不到 但是你要记住它 它的名字叫中国子 为什么呢 中国子它的化学名称叫灰酸铜碑 因为绝大多数的颜色 都是可以从矿石里面所提取出来 但是唯独只有这个紫色 两千多年前自然界中无法获取 它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的颜料科学家伊丽莎白菲兹湖 当时第一次从咱们中国汉白出土的一批 陶器和青铜器的身上 披去出了这个紫色 而这个紫色竟然是我们现代的科学家 在后来研究超导体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眼神物 高科技的人工合成颜料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发现了 而且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合成的 更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将这些颜色 涂在冰茂的身上的 所以这是至今为止 冰茂的一个未解之名之一 中国子叫做龟酸铜碑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它 而且大家可以抬头往上看 冰茂的细节有多厉害呢 不往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 而且它的头发 大丝一根一缕清晰可见 三五辫四五辫变得适比 它那小女孩的头发较 还要精致 很多人说冰茂它就是一件雕塑呀 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 我相信您不会再认为 冰茂就是一座没有感觉的雕塑了 每一件冰茂都是如此的精致 清晰了当年两千年前 工匠的一个兴许 它们不是单纯的草原 更不是单纯的陪葬品 那么简单